玉里镇玉西地区的农会今年度的稻米达人竞赛 7月7号进行稻谷取样 参赛有台湾有机米组4人入围 100台湾好米组11人入围 玉西地区农会理事长表示 今年参赛的稻谷品质都很优良 期待地区评鉴能有好成绩 选出玉西地区最优质的稻米参加全国赛 玉里镇玉西地区农会今年度的稻米达人竞赛 7月7号进行稻谷取样 参赛有台湾有机米组4人入围 一般豪米组有11人入围 玉西地区农会理事长说 今年参赛者稻谷品质都很优良 期待地区评鉴能够获得好成绩 选出玉西地区最优质的稻米参加全国竞赛 台湾最大的米仓也在我们玉里这边 稻震这个玉米米仓这么大 能够透过这次每年的评审比赛 来凸显出我们在地的医院两子的毫米 推到我们台湾各个角落去 这样也使能够带动地方的经济 能会说取样式检验参赛稻谷是否含有农药残留 以及分析稻谷性状以及规格 合格者最多 合格者进入最后的十位直观能评比 期盼111年能在全国赛获得更好成绩 相信能让更多人看见来自最大稻震的最优质好米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